我们已经讲完了伊甸被诛的事情, 现在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地上罪人的生活的开端。 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第四章, 然后我们一同轮流来读,我第一节,你们第二节。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有一个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云,便说, 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云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养的,该云是种地的, 有一个该云那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云和他的供物, 该云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云说,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愿啊。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附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云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园,该云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云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我其实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咬, 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云对耶和华说,我的行法太重, 种过我都能当的。 你如今看守我离开这地, 一直不见你的面。 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于他说, 反杀该云的,必杀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云立了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救杀他。 于是该云立开耶和华, 去住在伊甸东边诺的子弟。 我们就度尽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所已经度的话语, 愿求你从其中发出亮光, 照耀我们, 启发我们, 引导我们, 境界我们, 提醒我们, 教训我们, 我们等候在你面前。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利。 阿们。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 亚当就被赶出伊甸年了。 从此有人就没有在神的面前过生活了。 人与上帝的生命开始隔绝了。 人因犯罪, 就必定要被罪的公价带到死的地步。 那么, 亚当跟他的妻子同房以后, 生了第一个孩子出来。 这是女人的后裔吗? 这是男人与女人结合的后裔吗? 所以, 会不会亚当下巴认为, 上帝的应许现在就来到了呢? 这女人生下来的, 是不是要成为复仇, 杀害, 打败魔鬼的诱惑者呢? 他们看该因不大像是这样一个人。 以后他们又再生了另外一个孩子。 那就是亚伯, 所以现在全世界只有四个人了。 亚当, 小娃, 该云, 亚伯。 那么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 就发生了一件该云杀死亚伯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是世界历史最大的一件坏的事情。 因为恨的存在, 因为不济的存在, 所以杀害就产生出来了。 这件杀害的事情是历史上最大的仇恨的发现。 因为这一次杀了以后呢, 就把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人口把它打死。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1914到1918的事情。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1914到1918的事情。 1914-18, 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死的一共有700万人。 比二次世界大战死的有3000万人。 后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 另外在宣布没有被人知道的3500万人。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7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死了7000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死了7000万人。 而毛泽东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十年也死了差不多7000万人。 这都不能叫做世界大战。 因为700万人在整个人类的人口里面算不了多少。 7000万人就算了相当多,也可能不到这个五分之一。 但是该云萨斯亚伯一杀就杀了四分之一了。 所以万世纪第四章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的大战不过是这一次大战的主角Footnote。 所有人类的仇恨就从这一章给我们看出来了。 为什么该云对亚伯会产生杀鸡呢? 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乱了。 圣经说该云在上帝面前献祭。 亚伯也在上帝面前献祭。 那么这两位都是有宗教性的。 这两位都表示对上帝的感恩。 宗教产生的仇恨是比非宗教性的仇恨更可怕的仇恨。 今天最敢杀人的人不是政治家,不是军人。 今天最敢杀人的是宗教的领袖。 宗教应该是教导人行善才对的。 但是宗教里面隐藏了一种非确对的确对化。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把人代替上帝的勇敢自我神化的地步。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真正和平的原因。 所以你不奇怪今天的以色列跟Palestine之间的仇恨。 你不奇怪今天以色列宗教跟回教之间的仇恨。 你更不奇怪回教自己单站在印尼有78个不同的派别。 而伊拉克这个苏尼派跟西亚派的直接的仇恨已经超过了任何时代中间,任何宗教对任何不同宗教之间的仇恨。 所以这呢是宗教盼解决,而宗教本身不但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加重其中的这个矛盾性的原因。 该云是个献祭的人。 亚伯也是个献祭的人。 该云是个感恩的人。 亚伯也是个感恩的人。 所以该云是在某公会做礼拜。 亚伯在另外一个公会做礼拜。 他们都有基本的信仰。 他们都信上帝的存在。 他们都信上帝的恩典。 他们都信仁应当对上帝的感恩。 但事情就发生在这种宗教性的仪式里面了。 创世纪第四章用很浅现,很简短的词记,把里面很深奥的意义把它表达出来。 该运用什么来献给上帝呢? 他用土地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的庄稼,把它带来献给上帝。 亚伯用什么献给上帝呢? 他把羊里面投生的,最壮的,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拿来献给上帝。 他就把羊的汁油献上给上帝。 圣经说上帝就冤纳了亚伯的寄屋,上帝不冤纳该云的寄屋。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孩子懂得向上帝感恩呢? 因为他们已经受了他们父母的教导,家庭聚会,这家庭传统里面已经种下了宗教信仰的宗旨。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亚当笑啊,把他的孩子着急,做一个家庭礼拜。 然后亚当就把他真曾经在伊甸园里面的事迹告诉他的孩子们。 我们的家原来不是在这里的。 你父母原来是住在伊甸园里面的。 那里有神的命令。 那里有圣旦的诱惑。 那里有非常美妙的环境。 那里有深许可的试探。 因为你的妈妈跟我不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都跌倒了。 我们都失败了。 然后我们就用树叶座以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辱。 我们用自己的聪明破坏大自然来解决自己犯罪违背神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 所以神公义的审判就临到你的母亲也临到我的身上。 上帝要我们脱下这些用叶子所做的衣服。 所以我们预备了用这个牛羊的皮所建作做成的衣服。 所以那时候我去亲眼看见死的出生就在我们的面前。 这样因为他流血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 因为他们的死我们才没有死。 所以罪的公家那是死的,这个神学思想就传下去。 当亚当跟夏娃把这些原理讲给孩子听的时候。 亚当的后代就有不同的回应了。 所以该因一面听一面不注意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把所听得到当着耳边风从这个而进,从另外而出。 他的亚伯不是如此。 亚伯就很注意听这个道理里面隐藏着什么教训。 这些真理跟父母亲的经验中间,我怎么明白上帝的心里。 所以神的话就深深明刻在他的心里面了。 这就是我常常对你讲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人生命的价值不等于他想什么。 人生命的价值不等于他想什么。 人生不是什么他想着。 人生不是我们所感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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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的价值定于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 人对神的回应如何。 去决定这个人自己永恒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当作平常。 我们就会过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 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自由当作平常。 我们就会过一个放荡不羁的生活。 我们把上帝的话当作平常。 我们就得不着原则怎么样管制我们一生的生活。 这是Simon Freud永远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是Watson、阿德尔还有其他的西流学家从来不明白的事情。 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人、神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关系。 我们与别人的关系。 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这四大关系。 四大关系。 能够整顿的清楚。 就因为从明白神真理跟祂旨意的焦点而产生出来的。 原来宗教这个字在拉丁文的意思,religere,就是关系而言。 所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了。 人与自己的关系永远没有建立起来。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混乱了以后, 我们以人之间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和好。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以后, 我们只能破坏自然,强暴自然, 为自然所给我们得的利益来放在我们对神的敬畏之上。 这样的,我们就把整个神所造的伟大的、和谐的、美丽的宇宙, 变成乌烟脏气、乱七八糟的一个世界。 祂能把我们自己有价值的永恒生命, 在暂时中间变悟,在暂时中间毁灭。 这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呢,该云跟亚伯, 为什么他们先祭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回应呢? 我相信他们用不同的反应来到上帝的面前。 同样参加聚会, 同样听一篇的道理, 有人听了几句重要的话,一生一世完全改变过来。 有一些的人终生听道,却不明白。 这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的, 有一些人终求学道,却不明白。 所以事情不在乎,我们听上帝的道听了多少。 那就是我们听上帝的道以后,我们改变多少。 上帝的道没有一句话是不带能力的。 而我们对神真理的回应是迟钝的。 祂多大的能力,祂都没有逼迫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如果在这里我有个杯, 我盼望可以装满水的话, 那么我把它带到瀑布的下面, 每一秒钟几千万公升的水降下来, 我很可能在几秒钟里面就装满了。 但是有一个办法是, 他放在瀑布之下, 从来没有装一滴水。 就是你不把盖打开来。 从来你没有把盖打开来。 你放在瀑布下面几百年, 里面还是空无一滴水。 即使我们的生命如果对上帝是关闭的, 我们的生命对魔鬼是打开的, 这样神对我们讲多少话, 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该云在上帝面前怎样暴露自己。 他把他种地这道的东西献给上帝。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因为他本来是种田的嘛。 种田献上田地的土产没有错。 亚伯是牧羊的。 他现在养起中间的一匹羊也没有错。 但问题是他们的态度不一样。 圣经说亚伯献上了头生的羊。 他有献上了羊的自由。 上帝就掩纳他。 这表示他不是奉行,故事只有外表的行动而已。 从你身心的深处敬畏上帝, 把最好的带到上帝面前来。 现在的弟兄之面。 当我们第一次拿到薪水的时候, 你怎么用那个钱? 你把那个钱给谁? 当你第一次把爱情发出去的时候, 你选择了谁做你爱情的对象呢? 你第一次要侍奉上帝的时候, 你用怎样的态度来侍奉上帝呢? 亚伯圣记给上帝的时候, 他是把头生的羊献上, 这是他等很久盼望得到的果效。 这是他产业中间最宝贵的一份, 先挑给上帝的。 今天我们对神的信息是不是如此? 许多时候奉献在到我们门前的时候, 我们才快快找到最小的一颗钱, 最烂最破的放进去,算出了。 有一些青年人对我说, 我得到工作以后,第一个月的薪水, 我就做传分的工作。 我心里很感动。 你们中间有一对夫妇, 在我们布道大会的时候, 他们就有婚姻得到的礼物, 结婚得到的礼物, 全部奉献做布道大会的需要。 上帝不会不赐福这样的人。 因为亚当被赶出, 一天年以后, 亚伯这样的献祭, 就蒙上帝冤纳了。 那么上帝冤纳了亚伯所献的祭。 上帝没有冤纳该云所献的祭。 你说第二个可能性, 是不是因为, 该云所献的祭没有血, 亚伯所献的祭有血, 所以上帝爱喝血。 这个是新派的人, 疯刺福音派的人所讲的话语。 你们认为上帝是爱喝血的上帝吗? 所以祂才怨纳了有血的祭物呢? 现在的弟兄姊妹, 福音派的人可以这么解释, 因为该云看清楚了, 上帝为亚当做皮衣的时候, 是借助食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是借助基督的宝学, 来得到上帝的悦纳。 所以亚伯献的祭是有宝学的意义在里面的。 但是呢, 亚该云所献的祭没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我认为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办法去明白这一段的圣经, 所以我们就从神对亚该云所做的事, 给祂的一个回应跟境界来讲。 我们可以从上帝看见该云的脸色变了。 他大大发怒以后, 上帝就干预了这一份感情了。 该云该云你为什么发脾气呢? 该云该云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该云的怒气之中呢? 神现在去追问他了。 你有什么权柄向我发怒呢? 你有什么权柄对你的兄弟变了脸色呢? 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正在表现你对神对人关系的回应吗? 该云还没有回答以前吗? 上帝就会对该云讲一个境界性的话语。 你若行得好,岂不猛也拿呢? 你若行得不好,罪必负在门前。 他必愿莫你。 你要制服他,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上帝的口提到罪这个事情。 这一件事所隐藏着神就意义是深奥的不得了的。 等一下我再给你更深奥的解释。 那请你注意上帝对该云说。 你知道你不懂耶娜啦。 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行得好, 我为什么要拒绝你的击乌呢? 如果你行得不好, 那么罪必要继续不断追究你。 所以这样的上帝在这里不是提到有学没有学的问题。 上帝在这里提到的人应当行神所许悦的事情。 当然这里不告诉我们, 人如果行得好就可以得救, 不是这一方面。 这里就听到, 人的行为如果是良善的, 上帝必约拿他到这个地步。 这个原则在旧有是如实。 这个原则在新有也是如实。 因为当彼得猛圣灵感动, 跑到这个哥里牛家里对外邦人做见证的时候, 讲一句有关这个原则的话语。 彼得说原来万国中间行善的人都蒙上帝约拿。 所以神喜欢人行善。 人应当行善在上帝的面前。 你的人蒙造,被上帝创造, 就是要遵行义的原则, 遵行爱的原则, 遵行谦卑的原则, 来与上帝同行。 圣将米加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是人啊! 上帝已经指示你, 什么叫做善。 善的定义没有超过这四个原则的。 就是你要行公义, 你要好怜悯, 你要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这句话是很伟大的话语。 这句话是神的抠自己讲出来的。 这句话把整个旧友归纳起来, 人真正蒙烈他的行为, 有什么因素在里面。 你要自己做一个行公义的人, 他能用怜悯, 去照顾, 去体会, 去了解别人。 这样你在公义跟示爱的平衡中间, 你不但达到自己应该达到标准, 你了解宽恕那些不能达到标准的人, 这就是控制所说的君子求助人, 而不求, 求诸己而不求诸人。 一个那个尊心公义原则的人, 常常很容易骄傲轻干那些不能行的人。 一个人自己非常严格, 用举力来诱恕自己的人, 常常不愿意宽恕那些糊里糊涂过生活的人。 耶稣基督是绝对的圣者。 耶稣基督是绝对的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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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耶稣基督对有罪的人, 他是充满怜悯, 因为他来不是定罪, 那是为别人死来试罪。 所以他是真正一方面好公义, 一方面好怜悯, 行公义又怜悯人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绝对的义者。 基督的伦理已经达到了, 神对人要求最高峰的具体的事件。 所以是了啦! 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叫善。 所以你要行公义,好怜悯。 你要存千悲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这一节的圣经被雕刻在 美国国会图书馆最中央的大堂最高的上面。 世界人所写的书可以有千千千万万本。 世人行善最高的准则就是神所讲的这四句话语。 当上帝问该云说, 如果你行得好, 难道我不怨纳你吗? 你以为我是独断独行没有道理的上帝吗? 今天我接纳亚伯所献的祭。 我今天不怨纳你所献的祭。 你生气什么? 你生气我吗? 你生气你弟弟吗? 为什么你不生气你自己呢? 如果你行得好, 难道我不怨纳你呢? 如果你行得不好, 所以就敷在门前。 我告诉你,你要自负他, 他要恋摸你。 顺利这个提醒到底是对我们启示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常常没有救到怎样审查自己, 当我们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常常马上怪上帝,怪别人。 这就是不善行为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我们做人的罪恶对别人的要求很高, 对自己非常放松, 只懂得原谅自己, 只懂得妥协罪恶呢?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 我们讲到很应该, 当我们受挫折的时候, 我们讲到很不应该, 何况如果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为什么他不让我顺利, 为什么他要给我遇到挫折的事情呢? 所以今天的许多人对上帝的全能的认识, 不是为了享福在他的权威之下, 是为了要求他做喝你洗礼, 只有做你仆人服侍你的工作。 认识全能的上帝, 很多人的意识不是要来降福在他的主权底下, 而是用上帝, 好像用仆人一样, 如果你是全能的, 对你没有困难的事情, 你替我做这个吧, 你替我做那个吧, 因为你是全能的。 你看这种心态是罪人在不善中间的反应。 今天我们用心理学来分析该云, 你就发现他的不善的背后已经养成了很坏的人格了。 顺利是应该的,不顺利是不可以的。 无论什么都要喝他的意义, 他感到做人才有意思。 如果不顺他的一点,他骂上帝。 有一些女人呢, 身得很漂亮还不满意, 因为她不是世界最美的。 所以她怪上帝, 为什么不让我变成更美丽, 比什么都更美丽, 那才写明你是爱。 那我成为天下的第一美女呢, 我才知道你真的是爱。 这种人就表示全世界都变成丑陋, 她最狂怒的。 是我强求的需要中间, 她独立有多深的宗教的祷告的情操。 她心灵深处这个自私被魔鬼充满的人。 所以上帝为什么你见了亚伯的记? 为什么你不见了我所献的记? 你不要问我好不好。 你不要问我献什么。 我不猛烟啊, 我就开始受不了心中的折磨。 你请你先解决我的痛苦。 我不要解决我的错误在哪里。 这种人犯上了很严重的受害情结。 这个就是paranoid。 她一直感觉到她自己受苦着。 永远感觉自己受害者。 感到她既然受的苦, 一定是由别人故意加害给她的动机。 这样上帝是故意使我受苦, 谁不验恼我。 所以她没有问我要怎样讨上帝的喜悦。 她有比上帝他无论多坏都要喜悦她。 这是很可怕的一种宗教心理。 今天有许多在教育里面很久的还犯上这种毛病。 所以从来没有存心感恩上帝。 她一面信上帝,一面逼上帝。 一面祷告上帝,一面指挥上帝。 一面知道上帝的权能,一面理由上帝。 上帝是侵犯不得的。 所以上帝对他讲一句很严重的话语。 你若行得好,我就越纳你。 但是如果你行得不好, 罪就附在你的门前。 我刚才说这是上帝的口中第一次在全门圣经讲的罪。 这个字显明出来了。 上帝第一次讲罪的时候, 他不但是提到行为的问题, 行为的问题是人里面的一个主动性的表现的事情。 这里上帝提的罪是人外面的一个力量。 所以这个是研究罪论的圣经神修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这里很多系统神修里面讲罪, 没有从这个救度去了解。 你若行得好, 你若行得不好, 那你是initiator, 你犯罪,你好行好行坏是你主法的。 如果你行得不好, 罪就附在你的门前。 那么这个罪是怎样的罪呢? 是行为的罪吗? 这里用的是单数,不是多数的。 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有单数的罪吗? 有多数的罪吗? 有多数的罪吗? 是的。 单数的罪,多数的罪, 所以在罗马书, 保罗写这本福音的救恩神修的时候, 里面就分得很严格讲出来了。 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 保罗用的罪字是多数的。 当第五章到第八章的时候, 保罗用的罪这个字是单数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罪是多数的时候, 这是指人的错识的行为们。 在罗马书第一到第四章多数的罪, 在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讲罪的时候, 保罗不是用多数的罪这个字, 保罗用单数的罪这个字。